大家好 欢迎来到爱原神频道 如果你爱原神就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们将为你带来最新最全的攻略和资讯 记得要点击订阅按钮哦 我们还是来到这个要蝶谷左上方这个传送点 来到这里装着我们小弟右上方抬头 在我们前面这个碗的上面 这里有个这个水珠 这里拉上来 拉上来卸完我们下方看 在下方这里有个这个破的这个碗 这里飞过来 这个破碗这里这里有一个这个挖掘宝箱 我拿着挖掘宝箱 接着我们再抬头 在我们正上方看着我们小弟右边东方向 在我们正上方 这里有个水珠 我们跳一下就可以拉上来 拉上来之后撞到我们小弟右下方东南方向 这里往前面这个羊这里飞过来 飞过来这里我们往小弟右下方这里往前走 这里有一个这个玄纹兽 我们来清理一下 在清理往这个玄纹兽约出来一个片面画一起清理一下 清理完拿到宝箱 也在我们这个小地图这个右边东方向前面有个仙灵 这个仙灵要清理周围这个潮石M 它才会动的 我来清理一下 打完这个大的潮石M 它就会回家了 我们先跟着它回家 在它回家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西方向这边 西方向这边有个仙灵 我们可以飞过去 来触碰一下这边这个仙灵 这个仙灵它会飞到半空中这里停下来 我们这里发射一个水珠过去 来触碰一下这个仙灵 这里它会走这个和刚刚它第一个碰的仙灵 差不多的轨迹啊 如果你的没有送回军情再碰一下 把这两个送回来 然后再转到我们小弟右下方东南方向 对面丘旧人这里围着一个仙灵 过来这里清理一下这个丘旧人 离头 打死它 这个仙灵就会回家了 我们跟着它 它会走到水中的石头这里停一下 这里触碰一下它 来拿到这个仙灵宝箱 拿到这个宝箱之后 在我们小剧图的左下方西南方向 往前面这个山坡这里 可以往上跑 合法的 这跑上来这里有一个这个火神 我把它打死 这一个这个解密宝箱 住几个 这打死它会给我们提示一个视角 告诉我们中间这里有一个这个火炉 我们站到我们这个宝箱这里 在我们这个宝箱的左边 这里有个小的 然后右边 就是我们这个西北方向 这边也还有一个 然后这个对岸啊 对岸对面这里也有一个 一共三个 大家分别把这个火炉全部都点亮一下 站在这个火炉后面 发射这个能量球 点在去到对岸这里 我回来 拿到这个宝箱 拿到这个宝箱 清理完之后拿到宝箱 在我们小地图这个右上方 东北方向走进这个山洞 这个山洞里面这个宝箱是属于我们这个黎月的 这一路往里面走 这有这个两个岩元素方碑 过来点亮一下在这个里面 一路往里面走就可以看得到啊 正圈吧 来拿到这个宝箱 拿到这个宝箱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我们再传送到我们左下方这个传送点 来到这里在我们前方 这里就一个荷花解密的宝箱 我们先来到前面这个小桥这里先 我们来到这个小桥中间这里 这里召唤我们这个大荷花过来 然后在面前这三朵这个荷花 放在它们中间 看下有没有点亮 点亮都在我们身后 我们这个荷叶这里有两朵这个小荷花 把这个大荷花召唤过来 然后放到这两个小荷花这里 来拿到这个宝箱 然后这宝箱在我们前方啊 就是我们西方向小丁左边 这山上有个这个鸟 这个雕像 踢过来和它共鸣 共鸣之后稍微抬头 在前方这里 山撞 这个半空中啊 这里有个这个苍林里 来飞过来 剪到这个苍林里 点到桌回头 往回头这里再拉回这个球这 接着撞到我们小地图左边西方向 来到前面那个亭子这里 这里有一个正手宝箱啊 还清理一下这个盗宝团的 这个家具宝箱 清理完拿到宝箱 接着再撞到我们小地图左上方西北方向 往前方走 来到这个大山谷内部 这里有个现实挑战来开启一下 在现实挑战才会经过我们一个这个苍林里啊 我们开启一下 跟着它黄点的指引往上面走 好继续往上 这里拉过去 再往上面飞 飞过来 这里是起跳的 跟着黄点的方向 这里跳上来 继续跟着黄点 变成这个鲤鱼 这里中间有这个球啊 这里是终点的 我们赶快拉过去 来拿宝箱 然后再把我们小地图左下方西南方向 这里有一个这个宝箱 是我们做这个 成玉柱龙的这个任务就会解开的 来拿到这个宝箱 拿到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先转到我们小地图右下方 东南方向 这里我们朝山下走 这里往山下走 可以看到山下这个湖边 这里有个凸起的石头 这上面还有一个这个琉璃百合的 在这个石头右边这里 有一个宝箱是可以直接开启的 来拿到这个宝箱 然后这宝箱再转到我们小地图左下方西南方向 这里有个正手宝箱 来清理一下这个正手宝箱 清理完拿到宝箱 再往我们小地图下面南方向 顺着小鹿一路往前走 就会遇到一个秋秋人游侠正手宝箱 来这里清理一下 英里湾拿到宝箱 剪在宝箱旁边这个断桥这里 这里有一个这个雕像 剪起这个雕像 转到我们小地图这个左边西方向 这里可以拉过去 拉到这个球这 是要往右手边转 来到这个珍贵宝箱这里 把这个雕像画在这 放上去之后 我们再转到我们小地图上面北方向 这里顺着水路往前走 在这个道路右边啊 这里有个山洞 这山洞口这里就有个压力板的 我们压一下 这个里面这个屏障对解开啊 我们走进里面去 这里面有一个这个雕像 还有这个家具宝箱 我们捡到这个雕像 再把这个家具宝箱捡起来 接着回头我们走出这个山洞 就是要打开它 顺着这个小路出来 要往我们西南方向 小地图左下方 这一路往前走啊 再回到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正数宝箱这边 原来它这个路上这里 就有这个发光的地板 我们再放上去 接着回头还是北方向 小地图上面 再看它这个压力板这里 还有一个这个雕像 再捡过来 再压一下 就有拿到这个宝箱 拿着宝箱 再转到我们小地图下面的南方向 再飞回这个球这 这打开它那一瞬 飞回来是要往右边转 就是转到我们这个小地图的 这个左边西方向 可以飞到这个风场这里 我们往上飞 飞起来回头 转到我们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这个平台这里 这个是我们做任务 会解开的这个珍贵宝箱 来拿到这个珍贵宝箱 拿到这个宝箱之后 再转到我们这个小地图 这个右上方东北方向 可以看到这个山顶这里 有一个这个苍林里 我们自己拉这个球过去 这里可以变成这个井梨 把这个捡起来 然后我们打开地图 再传送到我们上面这个传送点 如果你没开的 你就做这个鱼上来就好了 来到这里 转到我们这个小地图 左下方西南方向 往我们斜下方看 在这个水流这个地方 这里有个宝箱 可以开元素 是也可以看得到 我们来捡一下这个宝箱先 捡到这个宝箱往我们头上看 在它的头上正上方 这里就有一个这个水珠 可以拉上来 拉上来在我们前方 就南方向这个亭子的顶部 飞怪这里 可以捡到这个苍林里 接着在我们这个亭子下方 这个是做任务会解开的 这个华丽宝箱 来捡到这个华丽宝箱 捡到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再转到我们这个小地图 上面北方向稍微抬头 可以看到这个半空中 这里还有这个球 再拉过来 拉过来现在往左手边 飞到我们小地图 左上方西北方向这个山上 这个半山要这里 飞过来这里有个限时挑战 来开几下 跟着它黄点的指引 一路跳上去 来拿宝箱 拿宝箱来旁边这个鸟这里 接着转到我们小地图 这个左边西方向 往这个空中看 可以在空中这里 有个这个仓顶里飘起来 这里就有这个水珠 可以一路拉过去 捡完之后 我们往我们正下方 底下来 看着我们小地图 左下方西南方向 可以往下方看 下方这里有个这个紫色 这个地是清理这个 运气的这个宝箱的 还这里清理一下 清理完这个运气宝箱 我们来拿这个 去猜 然后到宝箱 再转到我们小地图 右下方东南方向 可以看到对面这里有个被锁着这个解密宝箱 这个是莲花的 我过来解采这个莲花 再踢过来和这个鸟共鸣 然后西野往左边转 在这两朵这个小莲花这里发射一个 然后再往右边转 这里岸边这里还有两个 然后我们飞下来 把这个莲花招过来 把我们脚下这单独一个点亮 然后从左边就是从我们东南方向这里拉过来 点亮这两个 西野再往右边转 再往另外两边这个 再点亮 回去拿到我们这宝箱 然后这宝箱 我们再转到我们这个小地图右下方 东南方向 可以看到前方这里有一个这个水珠 我们来之后这个水珠这 拉过去 四脚往左手边转 转到我们小地图右上方 东北方向 前面这个山上这里有这个限时挑战 过来这里开启一下 跟它这个四牙的紧 往前面拉过去就好了 给最后这里变成这个井里 它就可以帮我们捡到剩下这七个 来拿宝箱 然后这帮在我们小地图右下方 东南方向往前方这个山上看 可以看到山上这里有这个鸟 我们开云视也可以看到 这个可以跳得更高的 我们来这个鸟这里 来到这里对着我们这个南方向 就是我们这个小地图下面 就往前面跳 可以看到这里才有一个这个鸟 跳上来之后 然后去往我们南方向这里再跳 就给跳上来 跳上来这里是一个这个香炉的解密 我们来这个大的香炉这 然后转到我们这个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方 这边有这个电梯 踢一下它就会过来 然后再转到我们小地图右上方 东北方向 往这边水路这里走过来 这里也有一个再踢一下 接着我们回到这个大香炉这 这样的话我们前后都有这两个香炉 都成一条直线了 我们去到最后面这个香炉这里 然后每个都单独拉一下 好这两个香炉全部都点亮 一共四个 如果你这个电梯走回去了 你又再踢一下它 它又一回来 我们来拿到这个香炉的宝箱 然后这宝箱之后 我们转到我们这个小地图 左下方西南方向 我们踢到这个水中的球这里 踢过来之后 我们转到我们这个小地图的 这个右上方东北方向 往这个山顶这里飞 我们飞高一点 我们往前面这个山顶这里 这里是有一个这个 风史莱姆在这个山顶的 它就在这里绕了这个山顶在这里转了 一共两个这个风史莱姆 来这里设一下在我们周围 大家自己绕一下圈 来拿到宝箱 拿到这个宝箱之后 在我们这个小地图的上面 就是我们的北方向这里 你看到前方这里有个这个正所宝箱 往这边飞过去 在我们右上方这个山头的顶部 这里有个小石堆啊 你想捡的话你可以爬一下这里飞不上去啊 这里我们落地跑过去比较快啊 不必紧急啊 清理完拿到这个宝箱 接着在我们这个小地图上面北方向 可以看到前方这个山头也有一个限时挑战 我们飞过去 这里飞到一半就可以拉到这个限时挑战这里了 我们拉过来和这个鸟共鸣一下 记得在我们左边这里发射这个水珠 在右边也发射一下 然后中间也发射一下 好自己调整这个位置 把全部这个元素一粒剪到就好了 来拿着宝箱 拿着把我们再跟这个鸟共鸣 跟着鸟共鸣之后 这次我们是往四摇往右边转 来让我们旁边这个最高的这个山 往它的这个山顶发射这个水珠也要拉上来 在山顶的最高处啊 这里有一把这个剑饼 阅读是有一个普通宝箱的 来阅读一下 来拿宝箱 然后这宝箱再转到我们这个小地图左下方 给跳起来往我们斜下方看 在我们斜下方这个比较矮的这个山的这个右侧 这里下面这里半山要处 这里是有一个宝箱可以直接开启的 我来拿着这个宝箱 然后这宝箱在我们身后 就北方向小地图上面 这个是我们任务解密会解开的这个宝箱 现在这个宝箱还是方向不变啊 北方向小地图上面 前面有个限时挑战过来开启一下 来拿着这个宝箱 接下来我们来这个要碟骨左边这个传送点 来到这里 这次我们先回头 撞到我们小地图右下方东南方向抬头 上面有个这个球拉上来 面前就有个正所宝箱来清理一下 清理完拿宝箱在我们小地图左下方西南方向 在这个破的这个建筑这里 我们爬到它顶部这 它这里有个东西挡住 我们从四个角落这里跳下来 用风水拳在吹下这个风车 去跟着这个风场往天上飞 比较天上我们来这 靠近这个宝箱 这里有一个这个昌龄礼 我们剪下这个昌龄礼 然后再拿到这个宝箱 然后这宝箱之后再撞到我们这个小地图 这个右下方东南方向往学来边跳起来 往下方看 可是在下方这有个现实挑战了 我们自己下来跑过去 开极后跟它四角之影 在我们西北方向这边 先剪西北方向这四个 然后再顺着这个树干一路走过来 来拿到这个宝箱 拿到这个宝箱 在我们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从这里走下来 下面有个这个正手宝箱 来清理一下这个 清理完之后拿到宝箱 接着我们再打开地图 我们再回到这个传送点 来到这里之后 撞到我们小地图左边西方向抬头 也像前面这里有个这个水球 我们拉过去 拉过去再撞到我们小地图下面南方向 就有个现实挑战来开启一下 开启之后 跟着它这个黄点之影 我们可以让你射这个树干一桶 来拿到这个宝箱 拿到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再抬头往我们正上方 看着我们小地图左边西方向 可以看到我们正上方头上 这里有个球 我们稍微往高处走一点点 就可以拉到这个球这里了 或者你在这垫一下 也可以拉到这个球这 拉上来在我们西方向小地图左边 往上上来 上来这里有一个 可以帮我们跳得更高的这个鸟 在这里跳一下 可以捡到一个这个苍林里 捡到桌 下落空气下来 再往我们小地图的上面北方向 自己跳起来往下方看 下面这里有两个这个岩龙溪 这个是这个地方传结的 打死会有一个这个成就 大家可以下来打一下 打完在我们小地图上面北方向这里 这个山坡上面 这里是一个这个现实挑战 来这里开启一下 跟它这个四咬指引 这里它是绕一圈又走回来的 来这个鸟这里 这里我们要贴着我们左手边的山 这边跳过来 它往这个山上这里走了 引入上来 再飞过去 来拿到这个现实挑战宝箱 然后之后再撞到我们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所出动 往前面悬崖边这里走过来 底下方有个这个秋泉营地 这里跳起来的时候 在我们下方这个料望台阶还有个小石堆可以剪一下 剪完再来打这个秋泉营地这个正术宝箱 这里清理完全部秋泉营之后 我们先把这个精致宝箱先开启了 然后在这个秋泉营地这里就会出来一个秋秋雷兜王 这个雷兜王也打死 就可以开启这个房子里面的宝箱 拿到宝箱 我们再走到这个门口 转到我们小地图上面北方向 来到前面这个料望台 这个奇妙水珠这里 拉过来 在我们斜下方 这里有个正所谓的宝箱 是这个盗宝团的 来清理一下 清理完拿到宝箱 接着再转到我们小地图左边西方向 前面这里有了这个奇妙水珠 再拉过来 我们飞到这个瀑布上方 也飞上来 接着有一个这个莲花的宝箱 我们来到这个宝箱这里先 在这个宝箱这里 我们往这个西方向小地图左边 这里过来跟这个鸟共鸣一下 这里共鸣之后 是要往左边转 我们往这远处这个山洞这里 发射一个 然后飞过去 飞到远处这个山洞这里来 这里往前走 这个山洞里面有一个这个盐龙 稀有没有先清理一下 不然它会走出来 清理完之后 这里是有一个这个正所宝箱的 我们拿到这个宝箱 就是击沙宝箱 然后这往我们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我们走出这个洞外 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莲花解密这里 我们顺着这个水路这里 在我们道路右边 这一个大莲花把它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顺着这个水路 往我们道路右边 这里看到一路这里顺着这个水路 一路往前走 一共有六个 这里首先是我们第一第二个 我们把我们这大莲花 放在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飞过来 往前方这个鸟 这里和它共鸣一下 鸟视野往右边转 可以看到远处这里 有最后两个 在这两个的中间发射一个球 然后我们站在这个第三 第四个的这个中间这里 站在他们中间这里 把这个大莲花招灌过来 这里我们动作要快一点了 我们招灌大莲花过来 立刻往第五第六个这边飞过去 这里就会解开我们这个宝箱 稍等一会儿 来拿到这个宝箱 拿到宝箱桌 在我们这个小地图 这个右上方 东北方向往前方看 在前方这个对面山头 这里隐约是可以看到 对面这里有个这个小坐标的 我们自己走过去 来触碰一下这个坐标 它往我们左手边了 撞到我们小地图西方向 在这个石头上面 然后在前方 在我们北方向小地图上面这里 点再触碰它 它会往这个传送点这里走过来 点再触碰一下 然后再来触碰一下 它会走到传送点后面这里了 我先来这里触摸一下 来拿宝箱 然后这把在我们小地图的 左上方西北方向 可以看到前方这个半空中 这里有一个这个奇妙水珠 我们飞到这个奇妙水珠这里 飞过来 撞到我们小地图的 左下方西南方向 可以看到前面 这有个这个木板 我们来到这个木板这 从这个木板 这个山洞这里走进来 就往里面走啊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水潺这里 这里有一个这个 蒼灵金 捡到这蒼灵金 然后在这个水这里调查一下 这里可以调查的 调查之后 我们捡到旁边这个雕像 然后变成这个井里 就可以飞进这个里面 把我们这个雕像放在这 拿到这个宝箱 然后这个宝箱 我们再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我们上方这个宝绝口 上面这个传送点 来到这里啊 撞到我们这小地图的右下方 东南方向抬头 往山上看 山上这里的这个奇妙水珠 我们这里拉上来 拉上来再撞到我们小地图 左下方西南方向 往山上这里再飞过去 再往山上拉 一直往这个山顶飞上来 来到山顶这里 山顶这里就有三个 这个发光的这个底座 这个地板啊 这个地板是有顺序的 我们先来到这个山顶 这个树下这里 去到这个石头旁边 这里有一个这个雕像 我们先捡起这个雕像 然后往我们这个小地图 左上方西北方向 来到这边这个底座 这边这个底座 它面前这个 这个猫头鹰啊 它是看着我们这个风单的 我们把我们身上这个 底座 放在这里啊 把这个雕像 接着把它面前这个 就是这个 面前这个猫头鹰 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我们再放到我们东方向 小地图右边 给它这里也躺着 一个猫头鹰 我们把身上这个 放在它后面 接着再把这个 躺着的捡起来 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放回去就好了 就可以拿到这华丽宝箱 然后华丽宝箱 这里旁边也可以变成井里 别到天上 就可以捡到这个 精灵里了 这里稍等一下才要飞挺久的 捡到这个精灵里 我们直接来到我们脚下 脚下这个树下这里 来到这个树下 然后再转到我们小地图的这个 右边东方向 从学外边这里跳起来 这里慢慢往下面飞 这里边往前飞 边往下面看 这里穿过这几个树木 它就没有遮挡了 这下面有一个这个路 它是这个木板制作的 这个桥 这里只有一段这样的桥 这个桥的中间这里 就有这个宝箱 这个普通宝箱 这可以直接开启的 被三个松鼠围着了 来拿到这宝箱 然后这宝箱在我们小区右边 东方向前面这里有这个 现实挑战的来开启一下 这宝箱先剪到面前了 再去它四脚紧这里 就踢过去就好了 这里中途 它还会带我们 剪到一个这个精灵里 变成这个鲤鱼 回来拿着宝箱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见